万书客栈这里居然错过了这么多原石 你一定没有拿吧 第一个 在万书客栈锚点过来 往北方向走 直接跳下来 找到这个背着狼宽的大哥和他对话 然后根据任务追踪来到提示地点 耐心等待电梯从上面下来 然后搭乘电梯上去 到达后找到这个在闲逛的淮安 对话就可以获得20元石呢 第二个 还是在万书客栈这个锚点出来 转身来到下面的平台 往前走 找到这个站在栏杆旁边的NPC 和他对话完就可以接到一单大生意 需要帮这个老板找到三张丢失的货单 根据任务提示 我们先来到这个七天神像 往西南方向的河边走 就会看到一个闪光点 调查就可以获得第一张货单 然后我们继续根据任务提示的方向 往西方向一直走 需要渡河游泳爬山涉水 我们需要在这里进入洞里面 闪光点在石头上面 点击调查就可以获得第二张货单 然后我们来到石门传送锚点 来到这个圆盘处切换岩元素角色 激活压力板就可以触发风场 乘着风场飞上来 往东南方向去到任务提示地点 在房子门口找到宝额 需要用三颗叶博石和他换取最后一张货单 然后我们回去万书客战找NPC 就可以获得30元石啦